最近我會發現 美飛軍演就是這樣 雷聲大 雨點小 版面大 規模小 報紙上看起來很厲害 什麼都來了 但實際上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次 而且報紙都會這樣特別標註 靠近台灣的一個 菲律賓西北部的島 一定要把台灣扯進來 進行一個反登陸作戰 而且是實彈演習 模擬敵軍要從海上登陸菲律賓 然後遭到美國跟菲律賓的陸軍 還有陸戰隊聯合火力擊退 聽起來很猛 但實際上誰要登菲律賓 誰要攻擊菲律賓的假想敵 中國有要打你嗎 好 問題來了 如果說中國真的這麼幹 你確定美國陸軍跟陸戰隊 那個時候還在嗎 陸你知道嗎 你來看一下聯合日報的報導 菲律賓的陸軍現在在幹嘛 現在在磨練技能 什麼樣的技能呢 這個請小艦長軍人角度來看 這個住宿屋的 1901步兵旅 現在正在準備 週末一百多名陸軍 預備役人員 參加這個第七區的一個叫做 射擊熟練訓練 這不是最基本的嗎 演習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場面要打 第二個資料要厚 第三個招待要好 演習成功 這個就是菲律賓 跟大家報告就是如此 那剛剛講到 他們的各種演練 那我今天特別去看一下 他們在演練什麼 對 這個是在巴拉望島 他們的演練 其實這個是美軍的船屋登陸艦 那個哈伯斯費里 他下洩了這一些兩棲舟車 那兩棲舟車要進行登陸 那這一個部分 這一艘船其實 也就是之前在講到 有法國的蒲越號 跟這一艘我們講到的船屋登陸艦 還有菲律賓的近海巡邏艦 那當然還有菲律賓的 船屋登陸艦的組合 不過之前講過 編隊都編不好 你想要幹嘛 怎麼說哪裡編不好 這個是單衆隊 所謂的單衆隊 就是排成一列 那你從這一個視角 你應該只看得到 前面這個近海巡邏艦的屁股 為什麼我還可以看到 蒲越號的屁股 就是沒對證 那這就亂七八糟編隊 那這亂七八糟編隊 內行的看得果然跟我們不一樣 還是他這是擺拍 他怕你看不到蒲越號 通常是擺拍 可是擺拍都拿最好的照片 最好的照片都這樣了 你覺得他還能幹嘛 那我坦白講 其實他們就是在做這種演練 為什麼這種演練 因為他才能夠動員最多的部隊 來進行這個相互 相互共同的一個演練 就是他無論是通信網路 或者是指揮這些兩棲的周波前進 然後他還有當然有登陸 就會有反登陸的部隊演練 所以他可以動員最大的部隊 那這個演練在哪裡 這個在巴拉旺島 可是他不在這一面 他在背面這一面 這個在去年的 那個菲律賓跟澳大利亞的演練也有 我們現在看到這張圖 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 仁愛礁在這個位置 那之前又在胡鬧的 這就是後藤礁在這個位置 他們之前又跑到這個黃岩島在這邊胡鬧 那就是他們就是靠在這個菲律賓的 所謂兩百海里的經濟海域裡面鬧 他們這樣鬧其實沒有用 為什麼我說沒有用 因為其實他們也不看一看 解放軍到底是什麼樣的規模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儲幣 儲幣以前是高角烏 那經過這麼多年的經營以及投資 現在這個是三千公尺的跑道 對 那這個是儲幣 那當然有儲幣就有永暑 永暑也是這樣 三千公尺的跑道 那剛剛那個我們的蔡委員講到 他為什麼需要核動力 因為他其實上面的耗電非常多 而且他們要證明 就是解放軍要證明 他們這也是島 所以他們在上面有耕作的 而且還種水稻 哇塞 種水稻 因為那個他們有特別的 這個小建長也有 去看他們的論文去種那種 可以適合撿那個 弦性土壤的 而且上些一個國際標準 有平民居住 就可以當作島嶼 對 他們現在就是這樣 隨時來 那這一個人是所謂的 美濟礁 美濟礁這邊有東西 以前跟後面的前面 對 比對 大飯店不多好 曾經是三個高角烏的 破爛烏 果然是 我們講到這個 現在呢 我們講到這個 蔡博士 果然講對了 這個我們看到 南方航空跟海南航空 他們其實曾經在這個 永暑上面降落過 大家覺得有趣啊 一點都不有趣 為什麼 中國的馬爾蒂夫 對不對 講馬爾蒂夫 小建長在那邊 度蜜月啦 對啊 那我們這樣子講 淡粉紅泡泡 它其實真正最重要的是什麼 因為它上去的是737 跟A320 也就代表了 這些客機可以上去 解放軍的所有戰機 都可以上去 連轟二十 對不起 是運二十 運二十都曾經有在永暑 降落的這個紀錄 不過因為小艦長雙手難敵四拳 沒帶那張圖出來 那我們講到這樣 那也就是代表 這一個 剛剛一針講了很多 我都來不及記下來 他講的是那個 雷聲大雨點小 飛彈多雷打不著 這是真的 為什麼 去年打了六枚 海馬斯 結果他們要攻擊海上目標 全部共工 你說六枚也中一枚嗎 所以這一次據說 好像擺得蠻近的 兩公里 兩公里 絕對讓你打得到 這一次不能落鬼 我們看到中間上面的那張圖 來這邊 其實他們在演練的 也就像我們的漢光演習一樣 就是多層的一個防禦模式 最外面的是155流砲 也就是現在 那個在俄烏戰場上最缺的 再接下來再往那一層一點 是105流砲 最近的也就是標槍 這一種反裝甲飛彈 跟1050機槍 不過這些都沒用 為什麼 剛剛不是拿過了 那個多層雙抄的照片嗎 人家直接飛越 所以這一些 我們在做一個作戰想定的時候 一定要先搞清楚 敵情威脅是什麼 不要到了二十一世紀了 還在打二次世界大戰 沒錯 所以請菲律賓 還有美國要記得 我們先來看一下前面的報導 就是中國已經有076了 好不好 再加上福建艦 其實把它mix在演習裡面 好不好 未來我們希望可以看到 更到位的真正的演習 所以鳳欣姐 但是現在菲律賓裡面 兩派勢力正在內鬥當中 小馬可氏家族跟杜特地 兩個女人的戰爭 現在包含了他們的眾議員 你親中的 你親美的 兩派也是都在鬧 但是美國銀行先發出警告 如果非中關係惡化的話 你們自己菲律賓不會好過 是衝擊到你菲律賓的經濟 他直接 美國銀行直接這樣子講 這是來自菲律賓 當地的報紙 世界日報 如果西菲律賓還緊張局勢 會造成非洲兩國外交 進一步惡化 會對菲律賓造成 嚴重的經濟損失 難道菲律賓不知道嗎 可是我覺得 從政治人物來講 你看最近以色列的內塔亞湖 你就會知道 賠上整個國家 都不能賠掉我的政治生命 對 對小馬可氏而言 或者是 因為這裡面恐怕 跟他們的出生背景 有很大的關係 小馬可氏 他的出生背景的 這一個島嶼的這個區域範圍 其實距離仁愛礁是比較近的 所以對他們來說 仁愛礁很重要 主權的象徵 然後代表的是他們地位的象徵 可是杜特地 他的出生的背景 他們的島嶼相對比較偏南邊 距離仁愛礁其實是很遠的 而且這個地方相對比較貧窮 所以對他們來講 經濟發展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確實他們的出生的背景 也使得他們對於 仁愛礁這個議題 到底應該要放多大 本身 確實本身就有一個 一個來自於地理上面的差別 但我覺得更重要的就是 因為杜特地的親中 它產生的是 過去在他執政的那一段期間 尤其他的強悍作為 不管在國際上面 人權單位是如何的批評 但是至少他使得他的黑幫的問題 然後經濟 黑幫問題得到控制 而經濟的發展也表現不錯 那現在小馬可斯 如果他在經濟上面 想要超越杜特地 我覺得困難度很高 對 所以他選擇的險招是 只要顧面子 就不需要顧肚子 對 這是很多政治人物 經常走的一條路 外面很好看嘛 我們現在多強啊 跟美國多好啊 我只要顧到了 我的所謂的主權面子 那肚子就不重要了 對 所以你只要去打出一個 民族號召 那經濟成長率 一個百分點 少兩個百分點 不重要啊 所以菲律賓人就繼續 供體時間 對 因為你可以想像 中非之間的關係 一旦變得比較低迷了之後 除了貿易之外 投資旅遊 當然都會跟著減少 尤其是投資的部分 那相對來講更加的長久 因為我有朋友 他最近都是在東南亞 看投資機會 那這個投資不是來自於 中國大陸的投資會減少 是來自於全世界的投資 都要慣望 因為不知道你們未來緊張局勢 會發展到什麼情況 對 那既然東南亞這麼多國家 有各式各樣的招商的機會 那我為什麼非要去菲律賓 對 所以他那個時候要投資的 是跟綠能環保有關的 他第一個排除的就是菲律賓 所以他就先看越南 然後看馬來西亞 看泰國 然後看印尼 當然他後來選擇的是泰國 我也覺得泰國 不是 每一個國家 都有他的各自的長項目 只是他的那個項目 可能最適合泰國 他就跟我講了那一段的過程 我覺得感受是很深刻的 所以你說菲律賓 這種經濟上面受到影響 菲律賓的政客們會緊張嗎 我說他們不會緊張 對 因為他們只要能夠 顧到民族情緒 用情緒來取代 實質的經濟利益 在很多國家 在政治上面是有效的 因為公布的影片 其中的影片 其實就被講說 那到底要練什麼東西呢 哎呀你這個八天 到底練什麼 第一個當然檢驗動力 第二個講的是說 他在相對平穩的海面 進行了航速的測試 不同航速的測試 包括高速轉彎的測試 第三個從俯視角度來看 他甲板畫得清清楚楚的 本來西方還在說 哎呀你這個右銜的彈射器位置 跟前身降梯靠得太近了 影響飛行甲板 但是現在看起來沒有這個問題 沒有 沒有這些問題啦 這一次的剛剛這個 第一次的海事 基本上是做動力測試 加電力測試 它是人類歷史上 第一個全電力推進的航空母艦 所以剛開始大家會擔心 你到底行不行 你會不會電力不夠啊 而且你用的是電磁彈射 電磁彈射 是要多大的電力啊 因為你那個戰鬥機 戰鬥機動不動就是差不多40噸 你那40噸你要把它推上去 回來以後再推上去 回來推上去 你簡直像起重機一樣 你到底有多大的電力 還不能失誤 對 還不能失誤啊 那美國呢 不要講的 美國的那個福特號 它大概每推個400次 就很容易故障 為什麼 因為引擎過熱 不是引擎 馬達過熱 對 那中國這個 當然可能是很神秘啦 因為目前為止 它並沒有公開細節 所以 它做了這些電力系統的測試 這一次被認為相當成功 所以要5000次都沒有出 動力測試 因為電力測試你看不見 動力測試的話 它就轉給你看 你不要以為說那個 航空母艦轉個180度 90度很容易轉 不是我們開汽車 那不太一樣 8萬噸 不只是重量非常重 最重要是 它如果轉個大彎的時候 它同時要迎著水流 同時要逆著水流 同時要水流 要跟水流做側邊的對抗 因為所有的航空母艦的測試 就是這種極速停止跟極速轉彎 極速停止我們叫crash stop 然後極速轉彎我們叫manoeuvrability 我現在不太會滅 manoeuvrability 就是說我操縱了靈活 我可以快速在一個很小的角度裡面 做大幅度的轉彎 當然有人講說這個轉彎是 要測試防止什麼魚雷 導彈 這當然是戰鬥上是要用的 可是基本上這麼大的一個船艦 要做這麼大角度的一個轉彎 它本身就是告訴大家說 操縱性它的扭力足夠 才有辦法做到這個地步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 福建艦它真的是滿滿黑科技 當然這次黑科技過於先進不變展示 好 那我想問一下岳老師 因為中國大陸在發展科研的時候 或者是軍工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一步一步來 它有目的 一步一步一步來 不像美國很造勁一下要在那號告物語言 我們看到最近央視的軍事頻道曝光了 大陸海軍30多年前891工程 其中航母的模型長這個樣子 那捨棄蘇聯式的華越甲板設計 然後造型非常現代化 然後它當時說它設計的艦載機是尖石 891工程斜角甲板設計 蒸氣動力配備蒸氣彈射器 然後等等這些 然後由尖石改造的戰鬥機 運氣改裝的艦載預警機 直8 直9改造的直升機等等的 還有包括要放什麼的艦載武器呢 包括海洪旗漆 對空飛彈 最後它因為沒有轉變而成為它立項 不過可以看得出來它當時就這麼做 現在真的是實現了 而且還更棒了 對 我這個最近我到了綿陽 四川的綿陽去看了叫做兩彈基地 就是原子彈跟氫彈的基地 我其實真的是 我看這麼多大陸的地方 我大部分都去看博物館 但是我這次看這個兩岸基地我非常感動 我非常感動的主要原因 我大概簡單來講就有這三個方面 所以你再呼應一下這次福建建的 我這個個人的感覺 就是說第一個的話 你這個國防科技的發展 你必須要有一流的科研人才 願意無怨無悔的奉獻 那個有一個鄧家仙 是這個楊正寧的發小 他在拿到學位後九天回來 隱姓埋名了28年 然後這個真的是非常偉大 然後第二件事情的話是 這裡頭的話帶頭的人不說 那個名人輩出 那個我看到他裡面講的那個名人當中 就是所有的那個科技精英 他們一個頭就是一個十幾人的團隊 底下帶了一千多個研發人員 然後第三件事情的話 他們一直不斷地自我挑戰 你知道他們那時候 我看到了不但是看到核子彈越弱越小 他們說核子彈是小到跟籃球一樣 是當年廣島的原子彈是四千倍 那個我這次嚇了一跳 然後看到他們那個武器大官就說 我覺得大陸的國防科技的發展的速度 我是看到有殲三一 大陸的隱形戰機不只殲二零 我就看到模型 有殲三 然後巨浪二的那個飛彈 不是從夏威夷發出一顆數 他說巨浪三也有了 OK 那這個就是戰隊展示 所以你就會發覺說 大陸的國防科技的話 這是循序艦技的發展 那講到福建 福建建的時候 這個我記得非常清楚 那個瓦良格號剛開始的時候 是以一個破船 是一個做賭場的維修的廢鐵 還被土耳其卡了一年多 才輾轉的弄到香港 賭場是假的 通通是假的 只有土耳其卡紮是真的 但是那個時候的話 就是出現一個問題就是 大家都覺得你弄一艘破船 回來管啥用 你能不能搞得出航空母艦 因為我們會覺得說 海中的巨無霸就是航空母艦 對不對 你本身來講 它完全是一個攻擊性的東西 那裡面要配合多少東西 你要有海軍 要空軍 甚至要陸軍 還有客員 全部都在一起 那短短的從這個良寧艦好 山東艦到了福建艦 這整個速度 再加上電池彈射 你剛剛講的電池彈射是 其實講起來就是世界第一 因為美國的福特 那個艦的話的電池彈射 電量也不見得 他一場那個馬達老是過熱 對 而且問題很多了 但是現在目前的情況來講的話 我覺得別的不要講 就光講那個發展的速度 等到福建艦的這種等級的航空母艦 可以量產的時候 我相信核能帶動的也就出來了 所以為什麼提到兩彈機力 就是說他們裡面已經做了一個模型 講說小型的核彈 跟小型的核能發電機 他們是一樣的道理的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這個速度有多快 我還蠻期待 就是老美再挑釁一下 那試試吧 對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異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異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異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